想对上一个话题这个确信感做一个隐身 其实我心里从搭讪方面 其实我是内心是非常拒绝的 其实是有一个原因 我当时仔细想了一下 就为什么一直对这个东西特别犯怵 特别怂 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 喜欢一个女孩子 然后呢 我平常吃饭 中午我们是一起住宿的 是在学校寄宿的 经常跟社友会聊嘛 聊我喜欢那个女生 那个社友宿舍的同学呢 好兄弟们呢 都是说啊那你去认识一下 去搭讪一下 然后那一次就很傻 中午的时候 我去买了一包老爸豆腐干 然后那个女生呢 她经常跟她的闺蜜会一起走 然后我跟我的兄弟们一起走 刚好碰到 然后我就过去大讪 她说哎你好 我叫我某某某 想认识你一下 然后把我那包老爸豆腐干送给她 然后她毫无反应 然后就就走了嘛 然后这就成为了一个梗 就是一直被我那几个兄弟们 一直嘲笑 其实对我来说 好像可能那个时候 内心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然后非常的感觉没面子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后面就到之后的话 其实我碰到一个 我第一眼看过去 我很喜欢的女孩子 但是我一直就没有勇气去 去打开她 然后去接触她 这样子 我觉得一直都迈不出这个坎 觉得这个事情 对你影响很大吗 实话来说 有时候我都忘了这个事情了 但是我从内心深处去挖掘 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原因 所以每当你想要去 搭上一个自己 觉得很漂亮 或者喜欢的女孩 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就是不敢迈出第一步嘛 我懂啊 但是这个情绪是什么 情绪就是害怕被拒绝吧 我听到你刚才讲 你以前的那个 上学期间那个经历啊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自己当下的感受 应该是羞耻 实话 就是 对对对 我去做这件事情 我的朋友嘲笑我 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梗 这么多年 一直用这个东西在嘲弄我 我自己的朋友这样在笑话我 我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羞耻感 最惨的是 其中的我一个室友 跟那个女生结婚了 这个其实也不惨 如果你认为 你的一个室友 跟那个女人结婚 打击到你 这意味你是个 没有边界感的人 能理解吗 因为那个女人跟你没关系 你跟他就是陌生人 你们俩都没有暧昧过 你们俩都谈不上 你们俩都没有任何的联系 对是的 就是一面之缘 对所以一面之缘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不应该打击到你 当你说这个东西很惨的时候 其实你把这个东西当做是 这个事件打击到你 所以这也是一个 没有边界感的行为 你可能也是在边界感上面 很模糊的一个人 因为你好像你觉得 你跟那个女人有啥关系 或者别人不应该跟他 因为你跟他有一面之缘 好像别人 你身边的人 好像就不应该跟他接触一样的 这个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任何关系 哪能理解 哪怕那个女人是你前女友 他跟你室友结婚了 我觉得都OK 而且你更多应该是祝福他们 如果你是一个很有边界感的人 你会去祝福他们 因为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回到你搭讪这个问题上面来 如果我是你一开始 我朋友这么嘲笑我 尤其是童年的时候 打击到我了 那首先第一个点肯定是什么 一定是羞耻感 第一个就是羞耻感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屈辱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我想表达屈辱吗 因为我感同身受的在感受你 其实我自己 我们在做付费咨询的时候 我们跟客户链接就是什么呢 我们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我们才能帮到你 你想想看为什么你屈辱 因为你自己的朋友嘲笑你 你还不能打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是你朋友 你还不能回击 你还不能去把他们打一顿 你还不能去出这口气 你还要接受他们对你的嘲讽 等于就是我又要当你朋友 我又要接纳 你们天天在那笑我 甚至给我贴个标签 甚至拿我当一个玩笑 所以这个东西会给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都会制造很大的屈辱感 所以光这两个东西 你没解决 这两个东西跑哪里去了呢 跑到你的潜意识里去了 也就说什么呢 我既要当他们的朋友 我又要去接纳他们给我的这种屈辱 天天他妈嘲笑我 或者拿这个东西开玩笑 因为你说都已经成了一个梗了 那什么东西会成为一个梗 他肯定是不止一次的在提这个东西 肯定是很多次 肯定是反反复复的在你的人生中 跟你在一起玩的时候 肯定是不断的提到这个东西来刺激你 那么这个东西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 很多程度上 我来给你拆解一下他们的逻辑 他们看见你自己 很有勇气的去搭上一个你喜欢的女生 但是你被拒绝了 没有成功 但是他们自己是非常渴望 他也能这么做的 他自己做不到这一点 那他怎么样能好受一点呢 他只有来嘲笑你 所以这个东西跟打压别人的自尊是一样的 他通过打压你的自尊 来保护他自己的自尊 理解不理解 你现在能理解他背后的动机了没有 对对 是有这样一个逻辑在的 如果是这样的 如果你那几个朋友 他们也可以去搭讪 他们也很有勇气去搭讪 他们也可以去撩妹 他们没有人会来用这个东西来嘲笑你 因为他能做到同样的事情 恰恰就是因为他自己做不到 所以他看到你做了以后 他会不断的用这个东西来打压你的自尊 这样他的自尊才能不受伤害 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 他也在避免你以后再继续搭讪 他们不向你搭讪 因为你每搭讪一个漂亮女孩 给他们看见了 都是对他们的自尊和自恋的一种破损 你能理解吗 这也是为什么他第一次嘲笑你完了以后 他后面要不断的嘲笑你 他后面就是要不断的 让你不要去搭讪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发现什么 你看你跟我们不一样 你是有勇气的 你敢去搭讪女的 我们不敢 所以我要不断的打压你的自尊 嘲笑你 让你跟我们一样 你也不能搭讪女的 因为你只要去搭讪女的了 无论你成功不成功 你都在打击我们的自尊 是有这个道理在 是的 所以我想让你看见你朋友这么做 他们的背后到底是为什么 你要看见他们背后的情绪是什么 你要看见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你要看见他背后的心理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去搭讪个漂亮女生 你觉得只有你觉得那个女生漂亮吗 他们也觉得这个女生很漂亮 所以当你去搭讪这个女生的时候 无论你成功不成功 他们已经有羞耻感了 他们已经有嫉妒心了 你能理解吧 所以他有羞耻感了以后 你的这个行为给他制造了羞耻感 他要把这个羞耻感还给你 那怎么还给你呢 那就以他们的方式嘲笑你 嘲弄你 把你当个玩笑 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梗 所以你搭讪的行为 在你朋友面前 给他们制造了羞耻感 他把这个羞耻感扔还给你 甚至他们还有屈辱 你是羞耻加屈辱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拿他们当做朋友 你还不能跟他吵架 你还不能去反驳他 你更不能跟他打一架 所以你这口气是没地方出的 所以你他妈很屈辱 这个东西呢 你跟他们的关系 一直没得到解决 你在跟他们相处的关系当中呢 你要把这种屈辱感和羞耻感 放到哪里去了 你把它压下去了 你肯定是心想 反正都是我朋友嘛 也就是开开玩笑 你的意识层面会这样去安慰自己 但是这个屈辱感跟羞耻感 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你潜意识里去了 所以每当你想到自己 你成年了以后 你毕业了以后 你在你的人生中 只要你看见一个 自己想要认识的女孩 只要你的起心动念 你脑子里面意识层面 只要想到我想去认识他 我想跟他讲话的时候 这个时候马上瞬间 会触发什么东西 潜意识吗 就那种屈辱 瞬间马上触发 你潜意识里的屈辱跟羞耻 因为这个东西 你从一开始你就没有解决 那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好像我现在 就他自动就出来了 然后就根本就不敢上 每一次碰到那个 我喜欢女孩子的瞬间 我内心是想上去认识的 但是就是迈到那一步了 所以这个东西 也让所有的观看者 所有的粉丝 用户 看见这个视频以后 他证明了一个点什么 每个人的社交焦虑 搭讪焦虑 性焦虑 方方面面的焦虑跟恐惧 它都来源于 人生不同的经历和创伤 所以他不可一概而论 但是很多焦虑 它是有相似之处的 但是大部分人 是因为自己的 某个人生经历 导致他的恐惧跟焦虑 和羞耻 或者是屈辱 那么在你这里 很明显 这个焦虑 更多的是来源于什么 曾经的经历 给你导致的 屈辱感跟羞耻感 那么除此以外 你有没有搭讪焦虑 除了这个以外 当然也有 因为作为一个男人 我们其实 自己可能会有不自信 是的 排除你羞耻 跟屈辱感以外 你作为一个男人本身 你也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你害怕失败 比如说你跟你妈妈的 科体关系是什么样的 那么也会影响到什么 你跟异性去接触 女人是什么样的 所以其实问题不止这一个 那么刚才你问我 你说那这个东西 怎么去解决 我想说的是 那这个就是付费环节了 你理解了吗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真正的付费环节了 就是到我们这里来 长期跟我沟通 建立一种关系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慢慢的去探索 这个也是我跟我们 所有内部学员 建立的关系 我们的私教学员 我的线下学员 其实来我这里付费 全部都是花钱 买我时间 跟我建立一种关系 那么在这个关系当中 其实我们扮演的角色 跟可能一个 比如说心理咨询师 或者是一个精神分析师 更大的区别在于什么 可能我们更擅长 注重于两性方面的 能理解吧 当然现在我们团队的 有几个导师 在我们团队 就除我以外的 有几个导师 像梁叔 对像梁叔 还有柏林 有另外两三个导师 他们在专攻哪些方面 有家庭方面的 有婚姻方面的 而且真的是 就是专业度非常非常高 已经到什么程度 就是精神分析的这个领域了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 我们是实际能帮别人 解决问题的 因为首先我们要做的 第一个点 我能帮助你看见很多 你看不见的东西 我能帮助你理解 这个东西背后的底层逻辑 到底是什么 你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工作的第一步 是帮用户本身去察觉到 我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 我是没法改变你的 只有你能改变你自己 但是你改变自己 有一个前提 是你能看见 你能察觉 你能意识到 如果没有这个 你看不见问题 在哪里的时候 其实你根本也不知道 你可能甚至认为 你不知道你哪里需要去改变 能理解吧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开始 方便问一下瑞哥 你的私人的咨询 就是私教那一块 是怎么收费的 是可以按月收费的 有短期 有长期 有文字 也有视频 也有语音 可以跟我这样连线 可以跟我一对一 但是那些付费的 能跟我连线的 打视频的 或者打电话的 可能我们讲的东西 会比较深入一点了 我们甚至会抛弃 你的整个情况 你的人 你的经历 可能会往一个正确的方向 去引导你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你 在我们这儿 你要知道 是没有任何强制性的东西的 很多东西其实是要依靠你自己 因为我的责任 我说句实话 很多人认为 他来给我付费 他把责任放到我身上 他觉得我要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作为一个人来讲 我们没有人 可以给你起到监督的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是违法的 我没有办法搬到你家去 每天24小时监督 你做某件事情 能不能这么理解 对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就是一对一的 我们就是比如说 我们互相之间聊天 或者是打电话 这个收费大概是怎么样 这个在直播间 不能说这个东西 是不了价格这东西的 那么如果你对这东西感兴趣 你哪怕想来了解一下 来问一下 你到时候你私信我 你联系我就可以了 可以好的 好吧 这个东西我们私底下聊就OK了 其他的话就是 应该也没有时间说了 那我这边就先这样的Rig 好 我们就先讲到这 好好谢谢